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编 今天测试的是黑暗骑士的科影装备箱100箱 那我们就直接来做开箱啦 那黑暗骑士的科影装备箱基本上 有些内容大部分是跟骑士差不多 可是呢 会有一点点差异 我们就来开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第一次开完 看起来是跟骑士的是差不多的 那会有看到一些钢铁装备还有双手键 不过基本上这些我们都用不到 接着第二轮 好 那第二轮呢 这边其实可以看到刚才那些装备 其实大概就是双手键这一些 双手键然后有一些钢铁装备啊 还有摄乳机啊 大概是这一些 这是比较容易开到的 比较容易开到的部分 那钢铁套装 大概可以做参考 新手的话是可以用 那对老手来说当然就 可能会换别的东西 但鞋子可以留着 那头盔的话如果强的话也是可以留着 好 那很快的呢 我们开到最后了 我们中间呢因为都是一些 一样差不多的东西 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所以我们就快速把它剪过去 那这里哦你可以看到哦 这边有两把 不一样的 这一把叫短刀 它是比大马还好 还好一级的这个不坏刀 那我这边总共开到两把 所以呢 100箱里面开到两把 我觉得这样子的几率是还不错 虽然说也可以开到大马刀 不过短刀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它多了一点的攻击 还有多了一点的命中 所以它是绿刀 那这样把我最后把它留下了